中共在9月16日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墨西哥经济部负责外贸事务的次长莫拉22日表示 CPTPP不会因为要纳入中国就降低相关规定的标准 澳洲总理莫里森更直言 CPTPP加入标准很高 申请加入的国家不应该有胁迫贸易伙伴的记录 上周日媒报道称 日本岸田政府放弃制定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引发舆论批评 周二日本首相辅助官钟谷元表态说 应该讨论制定该法 日本学者呼吁政府要像立陶宛捷克一样 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表达明确立场 南韩前总统全斗患23日在首尔家中病逝 享受90岁 全斗患当年血腥镇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并拒绝为光州事件道歉 清瓦台决定不为全斗患举办国葬 是南韩政府引进国葬制度以来 首次不按国葬规格为前总统智商 美国太空总署于美东时间24日凌晨1点21分 自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飞行器 瞄准太空中的小行星 以了解人类是否有能力改变其轨道 这是人类史上首次以保护地球为目的 测试发射飞行器撞击行星体 未来若具有危险性的小行星朝地球袭来 才有避免撞击的对策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